玉兰,开门啊! 我是大山! 1989年元旦晚会上,凭借这句经典台词,让无数观众瞬间记住这位来自加拿大的北大留学生。 大山的名字从此交响,此后频频现身电视荧幕的他一度成为国内最出名的杨孝心,自此也开启了他的四次春晚秀。 近日,大山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分享了自己的春晚记忆。 所以不适合外国人上,原来在八九十年代,尤其是九十年代的时候,几乎是没有外国人上春晚。 那么98年就突破了这点,我上了第一次演了一个一张邮票。 我就认为那是我十年,就是做电视,做公众人物十年以后的一个肯定。 此后,从1999年到2011年的12年里,大山又三度登上春晚舞台。 但他表示,观众记住的往往不是自己的节目本身,反而是舞台上歪打正着的瞬间。 第一次就是一张邮票,这个确实算是一个名正言顺的一个好的小品。 还有一个就是和马东等几位同行说了一个五官新说,这个也算是一个不错的群口相声。 其他两个节目真的就是带着一帮外国人给大家拜年了。 99年,就是我们演的节目叫《同喜同乐》,没有别的什么意思。 但是那天晚会呢,就是陈红和蔡国庆唱的《常回家看看》。 导演就要求我们语言类的其他的演员,郭达、蔡明什么的,我们几个张凯丽。 在他们唱《常回家看看》到结尾的时候,大家都要上台表现一种回家看看父母的一个欢乐的气氛。 然后呢,导演还说了一句,说你们要是有孩子,你们把孩子也带过来。 我呢,正好我的儿子四岁,我抱着他上台去参加这个节目。 那个时候呢,因为张凯丽坐在我旁边,然后我们原来我们出去演出也都挺熟的,台下也是好朋友。 上台的时候呢,我这边抱着孩子,然后张凯丽作为一个专业演员,她一上来也入戏,也扶着我的哥们。 很多人以为这是一家三口,一看这昏雪儿,然后抱着我,都知道我媳妇是中国人,没想到是张凯丽。 这个节目外大正高,所以就是当年大家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常回家看看,这春晚就这么奇怪,我演了四分钟的一个节目,大家不太记得。 但是我抱着孩子,然后张凯丽搂着我,就是这个画面,好像成了我的一个标签。 讲脱口秀,主演话剧。 多年来,演员大山在演艺道路上不断尝试频频跨界,从电视萤幕向线下多领域探索。 大山表示,上春晚对自己来说就像领了奥斯卡奖,对于未来五灯春晚,自己也有所期待。 我老说,春节晚会对我们来讲,有时候也像是一种颁奖晚会,就是因为我们在其他的晚会,或者是在其他的领域获得了成功,邀请我们上春晚,领取这份荣誉。 对我来讲,好像就是领了奥斯卡奖一样,你获得一枚之后,第二枚你要不要啊? 要啊,就是有机会再给一个也行啊。 然后你有了三四枚以后,再给你一枚要不要?要啊!要! 我上了四次春晚,是我的一个非常亮丽的一个标签,我也非常感谢。 再有第五色,我当然去啊! 由于杜斯卡奖一样,为了一莲,第二枚的标签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赞,订阅,转发,打赞,订阅!